双盘 又称双家夫座 是修行者的标准坐姿 无论福弟子还是外道都非常重视 气功家认为双盘使身体更稳固 便于长时间静坐 禅修者认为双盘使心定 并能引导妻的上行下行 武术家认为对内功修炼很重要 一家认为竖展经络 可百病不生 而佛教密宗则认为可以使其入中脉 迅速入定 所谓欲降伏其心 必先降伏其腿 一位已经双盘三年的师兄说 自双盘以后 心更定 身体更好 由一家总结双盘 一双盘人人可练 即使六十岁开始练起 也可在一年左右练成 如果三十多岁开始练 用不了一年 二双盘练的不仅是筋骨 而是把经络全部打开 三如果练成 并每天坚持双盘坐二十分钟 可保七十岁等山如小火 玉肠基本百病不生 四双盘练成后 打坐就不会再腰疼 肾气充足 甚至想拱着腰坐都不可能 气足的会把脊背顶得很直 五开始练几天之后 就会持续的腿疼 然后会腰疼 不练的时候也一直疼 六具体的练法是上座之前 做些开胯运动 然后试着双盘 直到盘上 然后忍痛 直到时间越来越长 七练双盘 能迅速促进胃肠蠕动 即使饭后立即开练 二十分钟后胃就全部排空了 八双盘不仅打开 腿部静落血脉 而且会打开胯关节 九双盘的姿势 其实脚踝压住了大腿内侧的大动脉 为了打通动脉 心脏会加大力量凳血 因而能打通腿部血脉 实在打通腿部血脉前 由于双腿动脉不过血 因此全身血液都集中在上半身 而此时心脏又再加大供血力量 因此五脏六腑会得到大量的供血 迅速改善脏腑机能 并促进大脑供血 双家腹坐 俗称双盘先将左脚掌置于右大腿上 后再将右脚掌置于左大腿上 这种双盘的坐姿 又称吉祥坐 假如先将右脚掌置于左大腿上 后再将左脚掌置于右大腿上 也就是反方向 则名为降谋坐 或称金刚坐 功能不同 所以名称有益 在双家腹坐的时候 又发愿了 当愿众生 善根兼顾你双家腹坐 这要有兼顾心 双家腹坐又叫金刚坐 金刚坐也就是兼顾的意思 那么我愿意一切众生 善根斗重的兼顾 不退转 得不动的不动力 也就是不改变修行的这种思想 你能继续发菩提心 练习家腹坐 不要摇动 不要被痛或是什么境界来摇动 采用下面几个方法刻苦训练 一般人均可在几个月内达到双家腹 可以在看书看电视休息时 尽可能盘腿而坐 逼多练习跨合作 臀压在双脚上而跪 在跨合作的基础上 坐如下练习 保持臀压住双脚 上身向后倒平一开始可用被子垫成斜面 逐渐放平 尽量维持时间 C双腿并拢伸直 脊椎从颈椎胸椎至腰椎逐节前弯 双手摸地 再用手抓脚后跟剑 剑至头面贴腿 如此反复多次 第一坐正弓箭步 放松下沉 脚步挪位 伸转180度换方向再放松下沉 反复将换下沉若干次 步子自然逐渐变大 至最大限度时 后一只脚后跟拔起 脚尖着地 再静力下沉 反复若干次 收拾 一双脚尖分左右乘一直线 重心不稳者 可稍留一角度 还不稳者 可扶数等 开步过肩宽 双膝尽力外摆 放松慢慢下沉 多次练习 带腿力增强 步子逐渐加大 F双脚踝关节向外突出 用脚掌蜿蜿着力 刚开始练习 应循序渐进并做好防护 一年韧带拉伤 带踝关节部的力量增强 可练习走路 常做此练习 踝关节不易被扭伤 做上述练习一段时间后 退胯膝怀的韧带拉伸 弹性增强 胯膝怀关节活动范围增大 双脚肤自然变成 推荐方法 一直接练习双盘的简单方法 一双腿伸直坐在床上 手按住膝盖 双脚尖最大限度化圆 以达到活动 踝关节的目的 二把右脚收回 放在左大腿上 左手伴右脚上台 右手下按右膝盖 活动十几次 换左脚活动 三把右脚收回 放在左大腿上 左手伴右脚 右手扶右膝盖 做顺逆时振化圆 以达到开胯的目的 换左脚活动 四以上三法练一段时间后即可以试着做双盘了 先躺在床上试着把腿盘上 躺着能盘上坐着就能盘上 只要盘上一次就成功了 推荐方法二 半小时内练成双盘的方法 双盘速成体操 转载自网上 原作者不想 据说很多人短期成就了双盘 甚至一遍就成 我没有试验 不过我受启发发明了自己的压刃带 成就双盘法链成的双盘以前很难盘起来 我用自己的压刃带码上就能盘起来 只有一截 不过可能只适合我的 突然想起这么个东西 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双盘速成体操 预备式 请大家站好 双脚分开 与肩等宽 双目垂帘 呼吸自然 双膝微曲 含胸拔背 肩放松 叶未空 两臂自然下垂 提纲收腹 竖展两眉头上方 由心灵深处升起的喜悦 一直浸润到整个面部 全身开始坐上下有规律的震颤二分钟 恢复自然松进站立状 第一节 双脚与肩等宽站立 全身放松 呼吸自然 提度收腹 双手胸前核实 两膝微曲 以尾鱼为重心 逆时针左右画缘36圈 再顺时针左右画缘36圈 第二节 双脚与肩等宽站立 全身放松 两手拇指朝前 扑口卡在腰间 两手掌压在两身不位 以胯带伸 白腿扣膝108次 第三节 双脚并拢站立 全身放松 呼吸自然 腰微曲 屈膝 两手掌扣两膝 先跃时针转膝21次 再顺时针转膝21次 第四节 双脚并拢站立 全身放松 呼吸自然 双手轻扣膝 蹲起21次 下蹲时尽量使大腿与小腿肌肉相处 第五节 双腿前后大开步 左手扶左膝 右手扶左膝内侧 尽量前轻往下扣压膝9次 换右腿以同样方法扣压膝9次 再交替换腿重做一遍 第六节 脚尖向两侧左右大开步 双手扶双膝 左右交替扣压膝36次 第七节 双足并拢 全身放松 呼吸自然 两手在两侧自然下垂 脚尖出的体肿21次 脚下落实肿部出地 第八节 两腿向前平肾坐于低下 双手交叉 双手小指接近肿部 搬住左脚 顺右腿尽量搬向身体 一般硬松围一次 做21次 再换脚一同法做21次 第九节 两腿平身坐于低下 先将左小腿半放在右大腿靠小腹处 双手扶膝 中速向下震颤108次 然后一同法换腿中速震颤108次 第十节 足心相对 双手捧握双足肩 肿部颈量向阴部靠拢 小腿与大腿接近成平形状 身体向前起压21次 第十一节 两膝向左右去 两足心相对 肿部尽量向身体靠拢 双手压在两膝上 中速向下震颤360次 第十二节 两腿平身而坐 把左小腿半压在右腿膝上部略靠大腿侧 左手握住脚薄处 右手拇指和其余四指 分别握住脚趾底部和背部 先逆时针转摇踝步21圈 逆时针以握外侧为主 顺时针时以握内侧为主 再顺时针转摇踝步21圈 然后换脚一同法 先逆后顺转摇踝步各21圈 第十三节 一手抓握前足 一手握脚脖 把一侧腿盘放在另侧大腿靠腹处 双盘集成 第十四节 做完后 双手把盘放的腿轻轻拿下 两腿平身 脚跟相处 两手掌扶吸快速按摩108次 然后 一腿平身 另一腿放在平身指的大腿上面 用叠放腿侧的手扶住膝盖 另一只手以空心掌的劳观学 对脚膝的涌泉学用力 拍大108次 然后以同法换腿拍大108次 站起 双脚并拢站立 腰位趋 屈膝 两手掌扣两膝 先逆时针转膝21次 再顺时针转膝21次 然后 双脚与肩等宽站立 两手拇指朝前 扑口卡在腰间 两手掌压在两身不位 以胯带伸 摆脚扣吸108次 拍全身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分享